听别人的故事,学自己的道理,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人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订婚宴进行到一半时,他的白月光打来电话逼他逃婚,不答应就要散播我的不雅照。 可他们不知这一切,只是我的计划,随后发生的事,惊呆了所有人。 订婚宴进行到一半,司仪喉咙快报废,把气氛烘托得那叫一个火热。 现场白色气球会成海,一派梦幻美。 如果我对面的未婚夫颂衡能再敬业一点就好了。 明明嘴里情深意切说的是我愿意,脸上表情紧皱的,却像身患隐疾。 给我戴戒指的手也在抖个不停。 他痛苦得我都想中断婚礼,给他叫个紧急救护。 我在心里冷笑,哼,看你还能装模作样憋多久。 果不其然,戒指还没戴完,宋恒台眼盯我一下,把腿就跑出了婚礼现场。 身后,他亲爸急地站起来,连声大喊,儿子! 我站在原地,明明心里直乐,却还得装作一副委屈至极的怨女子模样。 转身,低头,抹泪,三个假动作很到位。 请来的媒体朋友都不忍对着我脸拍,小声安慰道, 韩小姐,您别太伤心了,要看值不值得。 我安静地对这小姑娘一笑,宋恒值不值得我掉泪,我心里可太清楚了。 环顾一周,看见宋恒他爸妈,宋珊先生和鱼柔女士正铁青着脸商量着什么。 可能是担心今天这场逃婚丑闻,影响公司股价吧。 我一把扯了头纱,去后面找了个地方吃蛋糕。 顺便听着旁边几个穿礼服的女生大声吃笑,跟了宋恒一年多,以为是真爱,结果成笑话。 就是,人家宋小少爷有自己的白月光,对他一时兴起而已,就怕不识相的女人起胆念。 我听得挺带劲,继续加了一块布丁。 未婚夫逃婚,还能笑得出来的,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。 侧头,贺颜那张棱角分明的脸,放大在眼前。 他随手插了个樱桃放进嘴里,笑着凑近,你怎么会看上宋恒呢? 这个问法很有意思,让我一时争冲。 和宋恒确定婚约以来,身边的人,娱乐八卦报道,无一例外都是说,宋恒瞎了哪只眼,会看上你这种货色。 除了贺颜,没人会把我当成主语放在前面。 与你无关,咱们俩现在就是犯搭子而已。 贺颜继续坏笑,现在是不代表以后事。 说不定我能晋升成你的,床,搭,子,你,韩宇。 我的气急败坏和身后严肃的声音混在一起。 我转身,换了负得体的笑容,面对我的准婆婆,于柔。 在公开场合,她对我的鄙夷和不喜从来不掩饰。 你的废话太多了。 回家做饭? 阿恒有滴血糖,你不知道。 你在这里吃喝,让我儿子待会儿回去饿着吗? 我微笑不语。 鱼柔女士挑眉,别给我露出这种笑。 明黄黄写着你是穷酸香里出来的。 我继续微笑,小小恶对回去,那自然比不上您在孤儿院吃百家饭长大。 鱼柔女士的脸色一变,恨不得用眼神撕了我。 但这种场合不允许她过分失态。 下一刻,她抬高下河,没事,你和我降嘴的机会不多了。 我儿子能在最后一刻看清你这小贱人,不枉我这个妈妈费心。 我看着她扬长而去的背影,无所谓的耸了耸肩。 心里默默道,之后需要你费心的,还多着呢? 这才哪到哪? 我换上一身牛仔长裙,回了宋恒给我置办的小公寓,滑开手机屏幕,几张高清放大图片跳出来。 宋恒单膝跪地,正在给画面中的女人擦拭脚上穴子。 她眼眶里的红穴丝与担忧,做不得假。 看来,她是真的很在乎自己这个白月光,其晚晚呢。 微信界面谈出几条信息。 我都没用杀手锏,就玻璃碎片割伤了脚踝,她就紧张得不行。 其晚晚语气间不乏也余,我都似乎能预见到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。 我往沙发上横躺,回应她。 那你怎么没按我之前建议的,去河边溜达一圈? 宋恒更得吓死了。 不对,直接撞墙吧,血流得更多,看上去更恐怖,效果自然更震撼。 几分钟后,齐婉婉给我打回来的是视频。 我点了接通,就放在一边,继续看综艺。 清丽又带着妩媚气的声音响在耳边。 韩宇,我好歹也是你名义上的小姨,你天天不怕我点好。 你就是我妈认的一个干妹妹,还是把她差点气死的那种。 我嘖嘖嘴,我叫你一声小姨,你敢答应吗? 其晚晚一愣,随即爆发笑声。 说吧,我准未婚夫给了你多少钱? 不多,就区区十几万精神弥补费。 怎么,你今天应付场面辛苦了,需要报酬。 我摇摇头,我又不是因为钱和你合作的。 总之,我的表演很精湛,天衣无缝。 接下来看你了。 拜电话挂断,我在沙发上安静坐了很久。 手指慢慢摸到我脖子上常年戴着的吊坠项链,那里刻着我妈妈的照片。 妈妈,很快,很快我就能为你报酬。 相信我,你的女儿缺点一大堆,但想做的都能做到。 送恒回来时,我半躺在沙发上昏睡,仍然有感觉。 她俯身向我凑近,气息越来越粗。 一下睁开眼,我们四目相对。 小雨,她眼眶还是红红的,张嘴声音沙哑,急急解释。 我和婉婉姐不是你想的那样。 她救过我,我不能不管她。 真的?我发誓,我们什么也没发生。 只是她自己搬家时,弄伤了脚踝,流了血,容易伤到脚筋,我才会在那么重要的时刻抛下你。 很好,信息完全对得上,这还算得上诚实的宋氏小少爷,的确不上骗人。 但她并不知道我内心真正所想,以为我在冷暴力对她,一把拉住了我的手。 如果你不信,我马上可以叫她过来对质。 说着,送恒声音缓缓滴下去,我只是把她当一个知心大姐姐,不会轻易出轨。 我家教很严,你知道的小语,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,我点头,好,别说了,知道了。 啊?什么? 我偏头,认真道,你不是解释完了吗? 我听懂了也了解了。 就这样,事情似乎远不在宋恒的设想范围内,她半张着嘴愣了好半天。 我认识宋恒时,她大学还没毕业,可能是因为家境过分优渥,她父母又天生一派雷厉风行的气度,替她扫清了成长路上不少阻碍。 因此,这大男生谈起恋爱来,显得很是认真、震惊,以及纯情。 她也没有很多信守年来应付女人的经验,只能用最大众的思维判断女友的喜怒哀乐。 在她看来,我现在最应该发怒、咆哮、摔东西,而不是冷静地说一句,我知道了。 我只能无奈表示,你刚才说的,我都信。 因为齐婉婉也是这么说的。 宋恒松了一口气,拉着我的手坐到沙发上。 你很诚实,宋恒。 当然,大学时你就是被我这一点打动的,不是吗? 我笑笑,不置可否。 我们没心情叙旧了。 我摇摇手机,你爸妈让我们今晚回去吃饭,用词是立刻,不容迟疑。 其实宋恒父母家我没来过几次,因为每次我被带来都闹得很不愉快。 她妈妈鱼柔女士好几次撕破表面的平静,直接抄东西砸我。 不怕小雨,有我在。 进屋时,宋恒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腕。 我刚想对她笑一笑,一个茶杯就从我耳边飞了过去。 玻璃碎裂在地,保姆赶紧弯腰过来打扫。 我没别的,就是有点心疼。 这茶杯是逃来的,可不便宜啊。 妈! 宋恒上前一步,将我护在身后。 您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? 小恒,她爸从楼上走下来打圆场,为了个所谓的女友,你怎么对你妈妈说话的? 鱼柔女士站起身来,愤愤地盯我一眼。 被我骂了这么多次,还能有脸跨进我家门,你的羞耻心真是超出我下线。 我看了眼紧拉我手挣脱不开的宋恒,弯唇一笑。 有人撑腰,今天这个为我是一定要做。 还有更超出下线的是,您要听听看吗? 但我看您的腿脚站不住了,坐轮椅上听比较好。 鱼柔女士本想上前撕我,被保姆和自家老公拉了一把,又退回去。 她不再看我,双手抱在胸前,瞪着自己儿子。 声音冷冷,我以为你这个傻小子是开窍了,结果,你又让我失望了。 也是,你从小到大看人的眼光都不怎么样,总是把赐品当成宝贝。 说着,轻笑邪你我一眼。 儿子,说吧,你这次在外面看上的那个女人是谁,带回来我斟酌考量一下。 就算再差再不堪,至少也比你现在手里牵着的这个好。 妈!宋恒咬了咬牙,呼吸明显急促。 我以为前几次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,我只认准小雨一个。 宋恒他爸放下茶杯,质问,只认他一个。 那你昨晚怎么和另外的女人同住酒店呢? 孩子,这说明你的心已经做出选择了。 话音未落,我假装震惊, 一把挥开宋恒的手。 你昨晚和那个女人过夜了? 你刚才都没告诉我。 宋恒犹豫着上前,小雨,只是共处一室,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。 你刚才,刚才明明很信我。 我连连后退,眼看就要退到大门口。 宋恒情急,竟然一下半跪着抱住了我的双腿。 小雨,我会逃婚去找她,其实也全是因为你。 于柔女士气得不行,指着自家儿子大喊, 死小子,给我站起来。 你的尊严呢? 宋恒却不管她,仍旧红浊眼,齐婉婉说,她手里有你的不雅照。 我不敢赌,如果我不去找她,她会把照片放出来。 几句话听完,我表面平静,实则内心大无语。 这个齐婉婉,到底胡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? 当着宋恒爸妈的面,我弯腰把她从地上拽起来,拍拍她的肩。 原来是这样,那可真是委屈你了。 你,我态度转变太快,她爸妈愣了,宋恒更是眼睫毛眨个不停。 委屈你,要出卖色相,安慰齐婉婉,来保全我了。 宋恒摇摇头,立刻凑过来拥抱我。 而全然忽略了,在听说齐婉婉这个名字后,她把宋山的反应是多么剧烈。 而于柔女士,更是不受控制,跌坐在沙发上,神色带恨,齐婉婉,竟然是这个贱人。 今天这顿饭,看样子是又吃不成了。 宋恒看着客厅气氛实在焦灼,便把我拉到了后院的休息卧室。 我看着宋恒,轻声说,你应该好久没陪他们了。 现在,我不需要你,你去开解开解他们吧。 我点点脚眺望远方,眼神戴上极模冷意。 看样子,你的父母隐藏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呢。 小雨,谢谢你。 宋恒梅发现我表情的转瞬变化,仍旧认为我是一个贴心的女友,用力抱了抱我。 你总是这么懂事,让我觉得特别没有男友气概。 但你信我,我会让他们接受你的。 我没法正面回答她的阴切话语。 毕竟,我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她父母的接受,认可更是笑话。 我真正所要的是一场真相。 等我半小时,我马上就回来,然后带你去吃最爱的茄汁拌饭。 等宋恒小跑走远,我正准备坐下。 卧室的大衣柜平白打开,里面出现一个人。 我的惊呼被他眼疾手快捂进肚子里。 你刚才怎么不和你的小男友说,那不哑照? 可是他自己啊。 赫言笑得花枝乱颤,眉眼里尽是愉快。 他和齐婉婉也是认识的,对我们之间的事一清二楚。 费力扯下赫言的手,我瞪他一眼。 这你都知道。 但很可惜,我的事与你无关。 很快就会有关了。 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,我关上门,压低声音,你怎么会出现在这? 入室抢劫。 他笑,身体往后仰。 如果是,你会举报我吗? 我翻白眼,下意识回答,那要看赏金多少。 我现在是宋恒的事务顾问。 在他正式进入宋氏公司前,我要奉他爸的命时常来监管他。 所以,咱们偶遇的机会多了,偷情的机会也。 我实在不耐烦,给了他一个肘鸡,止住了耳边的话。 没多久,宋恒出现在后院小花园门口,拉起我的手往前走。 在餐桌上,我发现他有些心神不宁。 怎么了? 从你爸妈口中得知了什么陈年旧事? 小宇,说出来你很难相信。 是,其婉婉。 我喝了口饮料,装出洗耳宫厅的样子。 嗯,继续说呀。 宋恒表现得极为难以启齿。 他,他骗了我。 他不是什么知心姐姐,我的粮食义友。 他曾经是我爸的小情人。 我的震惊表情给得恰如其分,让宋恒跟着吸了一口气。 我跟你一样,难以相信。 当初,他大学毕业就和我爸在一起,热恋六年多。 但最终,我爸迫于家里压力娶了我妈,婚后他们就断了。 可不知后来怎么,我妈会找人去威胁齐婉婉,甚至让她留掉了孩子。 这些事情,我事先都是知情的。 不止齐婉婉,我的妈妈也对我说过。 我看着对面宋恒抱头苦思的样子,郑重道,宋恒,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 什么?你说。 齐婉婉她,算是我的小姨。 这句话落下,宋恒直接呆滞好几秒,才磕磕绊绊继问,什么? 什么叫算是? 她是我已过世的妈妈认下的干妹妹。 据说,她们是同乡出来的。 小雨,宋恒坐到我身边,你又想起你妈妈了对吗? 说着,轻轻一叹,周云阿姨,当年她可是风头正盛的画家,却在一次事故中去世。 我不动声色离开宋恒的手臂,手指微不可查地发抖。 要是伯母现在还在,我得亲自去找她,感谢她生下了你这么棒的女儿。 宋恒笑着,又凑近我。 我问,我的绅士,你没有告诉你爸妈对吗? 当然没有。 你说过吗?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些。 谢谢,宋恒。 好了,不说这些伤心的了。 听说你最近在准备开公司,我这儿有张卡你拿去。 宋恒。 我轻推开她的手,我不会要你的钱。 况且,这件事我做到一定程度会告诉你。 好吧。 她低头,神色几分暗淡。 但转眼,又开心起来,我把公司新招了一批年轻画家,还准备打造一个赛事专门培训他们。 你如果想去,我知道,我是这次赛事的评委之一。 她一愣,接着就大力捧场。 我的小宇,总是这么棒。 到时候,我去支持你。 在她看不见的角度里,我慢慢收敛起假笑。 宋氏公司近几天发布了消息,要公开举办油画大赛,录制一档陪伴式成长娱乐节目。 因为请的主持人是个明星,所以节目热度维持得不错。 我提前接到了邀请函,节目组请我当评委。 这些年,我虽然忙着和朋友开自媒体公司,但画画的主页从没落下。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,名叫云梦,发表了不少油画作品,粉丝量低近五十万。 但是,我从没在公开场合发布过自己的真实照片。 因此,少有人知道,画家云梦就是寒语。 在准备去当评委的前一周,宋恒来接我参加宋氏举办的慈善晚会。 一进门,正在谈笑的于柔女士脸色一垮,眼神锐利地刺向我。 另外一个披着杨高容的女人笑起来,于柔,这就是你的准儿媳。 眼光不错吗? 不错。 她攀我儿子高知,可没经过我同意。 于柔女士一身金色长旗袍,外面照着黑色坎尖。 灯光扫过,硬衬得她的整张脸高贵优雅,却又带着不尽人情的冷硬。 她的日子过得很不错,想必早已经忘了当初做过的孽吧。 既然是准儿媳,那帮小柔女擦擦鞋不是问题吧? 另一个中年女人提议一句,对上我的眼神时高傲一笑。 披扬高容的女人也硬喝起来,这哪是问题,这是基本规矩啊。 不然,怎么知道你这儿媳之后的孝心呢? 于柔女士听完,勾唇笑起来,说得是啊。 她伸出自己那只黑色尖头高跟鞋,脚尖朝上指着我, 弩弩嘴,我的准儿媳,来,帮我擦擦,别让人看了你笑话。 她凑近,用只有我们两人听见的声音说,也让我看看,除了床上勾引人的功夫,你还有什么本事? 周围围绕一大群喝酒聊天玩牌的人,他们脑子里看热闹的心思藏都藏不住。 于柔眼里的刻薄笑意犹如荆棘藤蔓,一点点缠上我的脊背。 于柔女士,昨天宋恒还和我说呢,我们是一体不分彼此。 苦活累活她都干,我负责撑场面就好。 所以别急,我这就去把她找来给你擦鞋。 说,曹操曹操就道,宋恒从酒店另一头朝我挥手,小跑过来。 我大声道,快来,咱妈脚扭着了,等着你抬轮椅过来呢。 小贱人,你敢诅咒我。 于柔气恼的声音响在耳边,我来不及反应,后面小腿肚硬生生挨了她一踢。 脚踩高跟鞋,我直接列切着往楼梯下面滑脱好几步,眼看就要跌入旁边的泡沫池。 一双带着热度的手扶住了我的腰,稳稳当当将我固定在空地上。 鹤岩在我面前挥挥手,没事儿。 我咬牙,多亏了你,英雄就美。 她胡话顺口就来,我只救你一个的。 宋恒终于来到我面前,小雨,你没事吧? 我摇摇头。 鹤岩双手插兜,往后退一步。 气势凌厉,不输任何人,看向宋恒。 区区十几米的距离,你过来用了几分钟。 那些女生的搭讪,你拒绝不了,还是不想拒绝。 宋恒被问住了,只回答,她们都是些小女生,我不能博了她们的面子。 我面上没反应,心里直摇头。 幸好姐跟你只是来假的,不然得生多少气啊? 鹤岩看我一眼,也笑开了。 那好,你回头看看,你老妈应该不是小女生了吧? 她刚才推了你未婚妻,你不打算说点什么? 鱼柔女士仍然站在阶梯上方,双手环抱在胸前,神情巨傲。 放心,儿子,韩羽好着呢? 她刚才就是没站稳,我想扶她一把,但没拉住。 我没开口,顶着周围越来越强烈的嘲讽声,看着宋恒一点点转回头。 小羽,应该是搞错了。 我骂她,她就是脾气被我爸宠坏了,交纵了点,从来不伤害别人的。 我白眼一翻,那我小腿上这鱼青是哪儿来的? 宋恒闻言,这才看向我的小腿,眉心一簇。 阿恒,别被韩羽几句话带着走。 鱼柔女士走到我们面前,冷冷盯着我。 我的孩子,你看看,明显你对面这两个人有见不得人的肮脏关系。 韩羽不知道攀上几个老板了,我说过,你只是她备胎之一。 这种想空手套白狼的女人,我见多了。 那个齐婉婉就是个例子不是吗? 宋恒温和的表情有松动,复杂地看着我。 小羽,你告诉我,不是我妈说得这样对吧? 你跟贺顾问,没有什么关系对吗?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 鹤岩长腿一脉站到我身边,纠正一下。 鱼女士,我们是堂堂正正见得人的关系,我和她十几岁就定过亲,比和你家窝囊儿子早几百年。 其二,我家韩寒可不需要攀老板,因为,据我所知,她自己有的是钱。 哼,她有钱。 鱼柔立刻吃笑出声,靠我儿子给她的那些钱,以及不知道谁给的包养费才对。 每个月应该能拿到十几万吧。 韩宇,你这身体值这个价吗? 我怂怂间,嘴角一翘,阿姨这么了解,难不成自己是过来人。 鱼柔狠狠一正,给我闭嘴。 我走上前,对准她眼底的音质,一字一句开口。 我和朋友开的自媒体公司虽然小,但盈利很不错,我的分红每年只增不减。 您儿子每次给我的,还不够我吃一顿大餐的,也好意思拿出来说。 宋恒走上前,有些着急,韩宇,你怎么能这么说?赫言一个锁喉,止住她的动作。 至于我的主业收入来源,我看向晚宴中心的大屏幕,您很快就知道了。 话音刚落,宋恒他爸宋山就在聚光灯中走向露台,站立在话筒前讲话。 很高兴诸位同行,亲朋好友能参与此次由我宋氏举办的慈善晚宴,最新联合举办的油画大赛。 我们官宣了业界知名画手,云梦女士担任庭委。 我们也给她寄去了邀请函,不知她今天是否到场,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聚光灯横竖闪回几遍,最后直直照射在我身上。 不远处聚集的人纷纷鼓起掌来。 我在掌声中冷静提群,微微弯了下腰,挥手致意。 余光中,于柔女士的脸因愤怒而皱成一团,气息都不顺畅了。 她当然得气,因为提出让网名云梦的我来担任这次评委,是她最先向公司提出的主意。 而她,已经用自己的私人邮箱给我发信,要求我在大赛中作假,给她推荐的某新人一路开绿灯。 更重要的是,她要求我作为枪手,画一幅以宋氏公司新项目为主题的话,最后数上她于柔的名字,在节目结束时公开,进一步扩展她的名气。 想到这儿,我的笑意难以抑制地扩大,看向于柔。 谢谢你的推荐,合同我很满意,已经签了,我会好好表现。 于柔暮色带着狠意和不解,你到底想干什么? 疯女人。 我笑起来,这次是真正带着畅快的笑。 我觉得,你应该更想问的是,我到底是谁? 对吗? 我的绘画风格和笔触,很像你以前的一个朋友,不对。 我摇头,很像你以前认识的某个女人,是你在噩梦里痛哭流泪,追悔莫及,也不能赎罪的人。 死丫头,闭嘴。 于柔强称平静的面孔被我撕碎,她走上前想给我一巴掌,却被宋恒死死抱住。 我注意到宋山宋董事长讲完发言,没顾得上这边的混乱。 看了眼手机,就急匆匆走向后面花园休息厅方向。 阿姨,真心劝告,与其在这儿找我麻烦,不如去看看你先生。 马上就该你们夫妻上台发言致辞了,她怎么一个人去后花园呢? 于柔这才如梦初醒,四下慌乱地看了一看,再一瞧手表,都快到九点了。 她一把推开,抓着她手的宋恒,踩着高跟鞋往后花园去了。 小雨,你怎么不告诉我,你就是画家云梦? 我瞥一眼宋恒,告诉你干什么? 惊讶于我态度地转变,她微低头。 小雨,你在网上这么有名,我真为你高兴。 刚才我妈妈是不是伤害你了? 你别跟她置气,她只是,后花园处爆发不小的动静。 我掠过她,静止往前走。 鹤岩随手端来盘子,上面是几样我爱吃的甜点。 看热闹,也要先填饱肚子,对不对? 我杨美,你可真贴心。 我们一行人走到小后花园时,看到的就是一副诡异的场景。 宋恒他爸的西装外套被扒了下来,他正艰难半跪在地,打捞自己落尽池水的手机。 他身后,鱼柔披头散发,全身湿透,像一只水鬼揪着宋总的头发。 而一旁靠在假山上,拿着手机兴奋抓拍的人,就是齐碗碗。 来都来了,我顺手也拍了一张。 宴会主持人赶紧控制局面,让服务员给鱼柔送上毛巾。 鱼柔没接,狠狠打掉,双目通红想吼出什么话,却又因为外人在场声声忍住。 他猛地转身,跑向李厅。 妈! 宋恒想追上去,但看赫颜一直紧跟在我身边,又特意折返回来,把我拉走了。 刚到休息室门外,就听见鱼柔对自己老公大吼,你又跟他联系上了。 宋山,你有没有良心? 那个狐狸精有什么好,让你这么着迷?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只是弄掉他的孩子,该把他一起弄死。 只可惜,他没死成,我那个好姐妹给他垫了背。 疯狂至极的话语让我脚步一顿,手指剧烈颤抖。 然后,屋内响起了清脆的巴掌声。 宋恒一着急,直接推门而入。 爸,你怎么能对妈动手? 但是,鱼柔的表情也呆呆地,看着满身狼狈的宋山。 他脸上是明显的五个手指印。 鱼柔,当初的事我是有错。 我认,这巴掌我惩罚我自己。 我没有处理好和你,和婉婉的关系,让他名声尽毁,让你也性情大变。 说着话音一转,但是,你就真的一点错也没有吗? 我后来都顺从家里跟你订婚了,其婉婉也有了自己的孩子, 你却找人去绑他到黑诊所打胎。 什么? 宋恒惊讶不已,满脸不可置信。 我站在门背后他们看不见的地方,强迫自己深呼吸,没有走进去。 我知道,我所期待的真相就要揭开。 可惜,可惜呀。 鱼柔跌跌撞撞站起身,又重重落回沙发。 其婉婉那个贱人没死成,周云却意外死了。 周云说,我要得饶人处且饶人,可他明明是我的朋友,却总是偏向别人。 我听得手心发凉,咬牙才能勉强站住。 而宋恒则是被这些往事打击到,愣正着说不出话来。 鱼柔现在还不知道,他嘴里的周云,就是我的亲生妈妈,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。 他曾是景城最炙手可热的画家。 19岁获得了国际奖项,舆论媒体争相报道。 后来,他加入了新的公司,每幅完成的油画都是高价卖出,十分抢手。 可就在12年前,因为一次违规举办的画展,他被冠上抄袭找抢手吃人血馒头的坏名声。 画展上的巨大铁架台倒塌,让现场两个工作人员落下残疾。 没多久,各大娱乐头版出现一条新闻。 著名画家周云在城城地车祸身亡,怀疑是狂热粉丝追尾,意外引起事故。 当时我才不到十岁,一直和外公外婆生活在南方。 外公说,意外发生石车上还有一个人,就是我妈的干妹妹,齐婉婉。 妈妈的葬礼上,我悲伤失声,却看见齐婉婉和于柔在我妈的灵堂前争执不休。 恍惚中,我就知道,妈妈的车祸从不是一场意外。 更何况,于柔曾经和我妈妈在绘画界以好姐妹相称,却在声明尽收后,抹去我妈妈对公司,也就是现在的宋氏的贡献。 甚至在公开场合诋毁我妈,表示周云走了弯路,我没能及时劝阻是我一生的遗憾。 这样的恶人,难道不该付出代价? 不该被世人看清阴险可恨的真面目吗? 绘画比赛节目录制中,我才担任评委几天,于柔女士就坐不住了,因为我完全没按照她内心所想的,保护她挑选的那个二十岁的女选手晋级。 而她之所以急,一是因为她和这个女生签了协议,于柔让她成为节目冠军,顺利进入宋氏公司。 而那女生,就要在背后当于柔五年的枪手,满足她对名誉的渴望。 现在,一切都离她的预想轨迹相差甚远。 我和绘画圈里其他作者,又联名开始抵制找人作画行为。 大家各有人脉,响应很快。 所以,于柔想在短时间找另一个没有什么名气,画作却要过得去,还能乖乖听话的傀儡,并不容易。 以前从来不正眼看我的人,现在开始在半夜电话骚扰我。 于女士,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 你究竟是谁? 想干什么? 她语气阴侧侧。 我犀利反问,怎么,您是害怕我录音,所以要继续给我装,维持人设吗? 你要是不知道我是谁,会给我打电话吗? 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,就到我以为她会直接挂断。 你是周云养在老家的女儿。 你想干什么? 利用我儿子要钱吗? 我不缺钱。 我要的是一个真相,以及拿回我妈妈当年该得到的东西。 翻开相册,我看着里面的一幅幅画作底稿。 于女士,还不明白。 当初我妈妈用画画挣来的钱,当本金投资,这才有了宋氏公司的雏形。 她该是原始股东,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 可后来,因为你们理念不合,你就逼迫我妈妈连轴转办画展,违规活动,她不同意,你就设计逼死了她。 你胡说八道,鱼柔压抑着发抖的声音,那,那是个意外。 意外? 我已经知道,导致我妈和齐婉婉出车祸的车主,就是你安排好的人,虽然她当时揽下罪责,不供出你。 但她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,而且没了家人。 你说,这种情况,你还会好过吗? 鱼柔历生,少废话。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? 你说,只要我有。 很简单。 我拿着手机俯视落地窗外的夜景。 黑暗里,总有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,灯火熨染了我的眼眶。 但这世上,除了死去的妈妈,再也没人会为我点亮归家的灯。 一周后节目结束,直播晚会上,我要你当众承认自己的错。 承认你因为什么原因,违规半画展,却让我妈背黑锅,承认你为什么丧心病狂,害死她。 你做梦? 私生尖叫后,鱼柔语气一顿,难得带了点恳求。 我可以给你很多钱,你妈当初投入公司的本金和分红,我都可以给你。 我气笑了,那不叫可以,那是你应该做的。 说完就挂了电话,想到早早过世,生命年华戛然而止的妈妈,心里忍不住顿痛。 今天晚饭是没心情做了,正打算叫个外卖。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。 打开门,是赫言,提着一盒饭,对我歪了歪头。 借不借意蹭个饭? 我借意你就不来了吗? 侧身,她理所当然地进了屋,大大咧咧往沙发一坐。 节目直播那天,你妈妈当年的画展事故会得到澄清。 不知怎么,我总觉得心下不安定。 声音不自觉带了点迷惘,真的吗? 贺言难得没有嬉皮笑脸,认真道,当然,因为我会一直在,看着你做成自己想做的。 客厅晕黄的灯光太耀眼,照得她正脸轮廓分明,眉眼挺立而深邃。 我觉得自己也被灯光晕晕了,我对贺言笑笑,下一刻,我家大门从外被大力推开。 宋恒愤怒的脸出现在门口,冷声质问。 韩宇,她怎么会在这儿? 我皱眉,如果我没记错,你一周前就没资格问这个问题了。 咱们分手了。 而且,你靠什么手段拿到我家密码,我要告你的。 宋恒只回应了我第一句话, 凭什么分手? 我没同意。 别这样,我们都保留点体面。 宋恒愤怒中带着破碎感的眼神,从我转向赫眼。 下一秒,她直接冲上去,对贺言来了一拳,反手却又被掀翻到地上。 我恼人整个嗡嗡地疼。 要打出去,你们可以尽情发挥,这是我家。 我随手抄起身边的扫帚,对着两人一顿轰。 宋恒不走,扒住门框看向我。 韩宇,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真心? 难怪不管我怎么做,你都不信任我,不依赖我,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 难不成,你接近我真的就只是因为你妈妈吗? 宋恒,我打断她的话,周云是我妈妈。 我想你已经知道了,她的死跟你妈脱不了干系。 我没有想骗你什么,但有些时候确实是我刻意而为之。 还有,我之所以能这么快凑足证据,那几次你带我去你家里,帮了我大忙。 说到这儿,我难得带了点愧疚看向她。 这个我认。 对不起,但除此以外,我不认为你有理由对我大呼小叫。 宋恒却只是摇头。 韩宇,你从来没对我动过心吗? 你不能这么冷血。 再说,我妈是我妈,我是我。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? 我摇头,当年的违规画展事故,让我妈鸣声扫地。 两个员工落下终身残疾,却没有得到妥贴安置与照顾。 那些不法之才全进了鱼柔的口袋,她用来培养你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宋恒,你也是既得利益者。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,宋恒还是不依不饶。 我只能点开手机,放大几张照片摆到她的面前。 看清楚了,宋恒,这是你的高清裸照,够不雅的了吧? 齐婉婉前几天发给我的,就在你逃婚又被灌醉那天。 听好了,出轨的是你,撒谎的是你。 我不知道你是和哪个小明星上的床, 但这个足够让你家骨架再跌一跌了。 说着,我没再管她摇晃不安的眼神,一把将她推出门外。 转过身,深呼吸了一口气。 贺颜还没走,拆开了饭盒,把菜一样样摆出来。 说真的,你的输出力还是很惊人,比我们上中学时更有威慑力。 一边去,赫颜半蹲下来,看着我轻笑,说真的,很高兴那一天我能在。 哪一天? 真像大白那天,你真正放下心里的防备那天。 手指不自然全躯了一下,我没再接她的话。 转眼,就是一周后。 我限定于柔站在台上,公开道歉的日子。 但她却还没有任何响动。 化妆间里,我正在闭目休息,门被彭一声推开。 于柔气急败坏,踹上我的转椅。 韩宇,一个贪得无厌的烂人。 你究竟对我儿子耍了什么花招,他竟然要把自己名下百分之五的股份转给你。 我慢慢站起身来,他怎么做,可与我无关。 而你,应该知道现在惹怒我,没有好处。 那我也得在下地狱前拉个垫背的。 说着,于柔向我扑过来,在她长长的红指甲刮到我脸颊的前一秒。 齐婉婉利落地跨进化妆间,揪着她的头发,往后一甩。 于柔,我以为你上次发疯发够了。 齐婉婉一身白色礼服裙,妆容精致动人,认真又玩味地欣赏着地上女人的愤怒。 于柔私生,你是怎么滚进来的? 齐婉婉站到我身边,有人说今天这里游场好戏,我当然得来看看。 说着,摇摇手里金色的邀请函。 于柔,你当年设计用车祸害我,让周云姐丧命,让我肚子里五个月大的孩子留掉,是时候付出代价了。 说到孩子,齐婉婉的暮色流露出伤心。 哼,孩子,野种而已。 我拉住齐婉婉,上前一步盯紧鱼柔。 其实你知道,齐婉婉肚子里的孩子跟你老公无关。 但是,你不能接受外界都说这是宋氏老总的私生子,无法接受你的地位被挑战。 所以,宁愿知恶犯恶。 台上主持人开始讲话,我挽了挽头发往外走。 冷冷丢下一句,于女士留给你思考醒悟的时间,还剩下两个小时。 这最后一期节目录到一半,所有选手中场休息。 我在休息室位置看见了贺言,他怀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,还歪着头对我狡黠地笑。 我一晃神,仿佛看见高中时候那个满眼尘光的洒脱少年。 我背着手走过去,你又给我带吃的了。 贺言抬手摸摸鼻梁,从怀里掏出一大束风信子。 我一愣,知道他为什么送我这种花。 风信子的花语是重生,重新开始。 我希望你帮你妈妈找回公道后,能重活一次你璀璨风发的生命。 伸手,我小心接过花,谢谢。 他笑得开怀,快去下洗手间吧,你衣袖粘上画笔印记了。 女生洗手间里,我将风信子放在一边,俯身打开水龙头。 在抬头,一条带着强烈刺激气味的宽毛巾,猛地捂上我的口鼻。 我意识请客模糊,陷入昏迷。 醒来时,身处一间陌生的卧室。 鱼柔光着脚,一身黑色丝绸长裙,站立在窗户前。 我咳嗽几声才发出声音,你,干什么? 他转身,笑容在白赤灯的照耀下,显得凄厉可怖。 你说,我醒悟的时间只剩两个小时。 不,你说错了。 当时是你活命的时间还剩两个小时。 现在,你要和我一起下地狱了呢? 他仰起头,认真地品了两口红酒。 我深呼吸,尽力保持冷静。 你想杀了我,抱歉有些迟了。 你当年利用画展洗钱的证据, 你对我妈妈的污蔑抹黑,抄袭的时证, 都被我提前安排交给齐婉婉了。 现在,我偏头,看向紧闭的窗外, 紫红色的艳丽婉霞, 盘踞着正在渲染整片天空。 正如色彩浓烈的油画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丛。 已经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怎样的人。 哈哈哈哈,听我说完, 鱼柔笑开,满是恨意的表情竟然浮现一抹释然。 我知道,但只要我不现身, 就没人能指责我评判我。 也没人敢,我鱼柔,活到至今都是骄傲的。 我看出她眼底越来越浓烈的自毁意图。 当初,我和你妈周云也算是知己。 可她认识了齐婉婉,一切都变了。 宋山要和我退婚去找齐婉婉, 我被整个景城的人嘲笑, 你妈却说我该去看心理医生, 我去她的。 整个房间的氧气已经越来越稀薄。 我呼吸困难,咬牙开口, 你放开我, 我有,有东西要给你看, 我会信你。 咱们马上就要死了。 一起死。 说着,鱼柔掰开我的嘴, 从身后拿出一大瓶安眠药, 强硬灌入。 大门在这时候被人从外踹开。 有人狠狠推开了鱼柔, 把我的头抱在怀里, 柔声安慰。 赫言的怀抱是温良的, 却带着不可忽视的颤抖。 韩宇,别怕,你不会有事。 我第一次,抬起手, 认真地回应她。 嗯,我不会,有事。 几天后,我从医院恢复回家, 赫言来帮我收拾东西。 病房的电视还开着, 新闻正在播放鱼柔被捕的消息。 这次的绑架罪名, 加上十几年前她犯下的罪孽, 恕罪并法。 电视里那个女人的脸, 白得吓人, 颧骨突出, 却始终昂着脖子, 不肯低头。 很小的时候, 我记得妈妈对我说过, 小雨, 我有一个很不错的朋友, 她是第一个支持我画画的人呢。 有一天, 妈妈不忙了就带你去见她。 那个阿姨姓鱼, 是个很漂亮, 很骄傲的女孩。 她一定会喜欢你。 现在, 我只能深深叹息。 曾经, 他们应该是真正交过心的。 只可惜, 有些事情一旦按下按钮, 就不能停止。 出院后, 我找出我珍藏多年的一本妈妈的日记, 托人带给监狱里的鱼柔。 这也是那天她绑架我, 我想要给她看的。 日记一共只记录了四个月, 其中大部分是关于妈妈和鱼柔的故事。 他们曾一起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, 比如, 一起去骑马, 一起到孤儿院当义工, 一起去山区当绘画教师。 最后, 日记停留在他们关系濒临破裂的那几天。 妈妈写, 等这次画展过后, 得带鱼柔去看看心理医生, 或者去冰岛旅游。 她喜欢学, 希望那里能让她放下执念和痛苦。 日记还回来的那天, 女预警说, 鱼柔看完没有任何表情, 但是发了一整夜的烧, 你难自语。 宋恒来找过我, 递给我一份股拳转让同意书。 小雨, 你怀愿不愿意, 跟我一起。 其实, 我都想好了, 等一切结束, 我想补办给你一场盛大的订婚宴。 我埋头整理包里的东西, 没看它。 你来找我就是说这些。 两酒后, 她重新开口。 这里面是宋氏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。 是当年你妈妈应该得到的。 小雨, 你之后打算怎么办? 我醋美, 宋恒, 我以为我上次说得很清楚了。 咱们现在就是陌生人。 你要实在想知道, 一旁的鹤岩笑着揽过我的肩膀, 他会先和我去国外旅行, 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 我明白了。 说完这句, 宋恒走出房门。 卡里的钱, 绝大部分我打给了当年画展那两位受伤员工, 希望他们的生活能有所保障。 然后, 换上一身橙黄色的套装, 走进机场, 准备开启新的一段旅程。 了却一桩心事, 今后的我, 一定会活得越来越好, 明媚如光。 活成, 妈妈所希望的样子。 小侄女, 旅行愉快哦, 记得平安滚回来见我。 齐婉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, 一如既往。 我已经先你一步, 踏上去法国的飞机了, 老娘要去邂逅爱情。 嗯, 这次就祝福你吧。 我笑着, 看向被赫言牵紧的左手手腕。 我也要和我的旅行搭子出发了。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,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。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,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。 祝你幸福安康, 万事如意。 同时欢迎您留言, 订阅, 分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